大家好,現在來到車廂上,跟大家說一下在車上怎樣安裝我的CarCam 當然不是說把吸盤吸落車的樓盤很簡單 而是說怎樣把我的CarCam那條電源線收藏好它 但首先當然是要把它找一個適合的位置吸入在車廂上 當那個CarCam固定了位置在車廂上 我們就可以把電源線插進去 接著我們一著時那個CarCam就會自動啟動 但我想跟大家說的當然不是這麼簡單的步驟 我們只要進行簡單的方法 就可以令CarCam的電源線收藏好 這麼整齊 駕駛車的時候 不用讓這條尾聲的電線阻礙我們的視線 方法很簡單 就是將Card Game這條電源線 放在車頭、玻璃、車艇之間的縫隙 一直到A處 塞進廚之後 去到門邊的膠邊 再經過儲物櫃進入到地尖底 回到電源插座的位置 將這條電線奔出來 將它在刀口的腳上 繞一個圈 繞一個圈 接著 很容易繞一個圈 之後 然後 我們就將這條線 插進去 那個Card Cam 插進去 插進去 接著剩下這條線 我們就可以將它 放在玻璃和車頂的縫隙 放在裡面 一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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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可以揭起那條軟屬的膠邊 接著用手指繼續把電線放進去 接著用手指推進去 很簡單 一直推進去 只需要一隻手指 接著用手指向電線放進去 接著用手指向電線放進去 接著擋在電線放進去 接著用手指向電線放進去 這邊也有什麼 嘻嘻 用少許力把他放進去 在儲物櫃子旁邊 我們便放進去 那條縫隙 接著 便放進去 去地毯大 我們繼續 把電線 放進去地毯大 接著這個地毯大 把電線放進去 把電線放進去 接著便放進去 中間儀錶底 便放進去櫃子旁邊 接著便放進去櫃子旁邊 接著 回到中間 我們揭開電源插座 便可以把電源插座 插進去電源插座裡 對 眼角 Stef 9 以為 駅上冷眼插座 指示單 便自動衝起 即是 開電腦 有點擅長 置車 那個 respuesta 這條電源線就是這樣,很簡單,就收藏更好 當做了這個CarCam之後 我們開車的時候 外邊的交通空間的情況 全部就會由這個CarCam記錄下來 我以為在手上是否委員會 因為這個機器是正然後添加的 算了嗎我